我現在穿這款是一個玩款的層次設計 有些假兩件的效果 這款是一個顏色的 它拼接了一個垃圾 針織 手袖是一個滑身的 有點皺皺的滑滑料 手袖盒是配襯了通花設計 手袖盒有橡筋 布質是有暗紋而且帶亮的效果 是一個軟身的質地 前腹的這部份有少許像毛巾料 可以關閉一下 它有少許像毛巾料的卷卷狀 有彈性 例如 可能是 一個小腺 厚一點的一個小腺料的質地 但是 觸感 摸起來的觸感 就有少許像毛巾料 都是軟熟 不需要顏外打底的 我沒有顏外打底 那個質地都非常舒服 不過胸領位就有些大 因為我現在這個是bra talk 所以就沒事了 這個位置就要打底的 但是那個質地就非常軟熟 我都蠻欣賞這個摺卷 就是這裡和側骨位是兩種不同的模型 它中間就用了一個 挺有線條的波浪Laser 去做一個連貫 做一個拼摺的連貫位 整個的板形好像 再壓進去很漂亮的一個Cutting 拿了一個很漂亮的Cutting 後腹是這樣 這樣 那個膊位也有一點點碰碰的 碰碰的一個手袖 這樣的效果 它三腳的位置 是做了一個闊身的羅蜜位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這樣拋一點點 這樣的效果 如果喜歡的話 也可以穿衣服 這樣做一個Style 我建議這個位置 就配合一條Bel 如果不喜歡的話 就這樣放下來的效果 也可以 那就比較建議 襯中高腰的褲款 因為它的板形也有少少偏短 我盆骨在這裡 盆骨 對,盆骨在這裡 少少 但是那個 相對地 如果你襯喇叭褲 或者比較長的褲款 你就拿到一個非常漂亮的線條 我襯這個 現在就襯了牛仔褲 我拍照的時候 也有襯一個裙褲的 配襯一個lady一點的Style 因為始終你看到整個造型 都是很有lady的元素 有lace 磨砂金色 通花的效果 都是一個優美一點的配搭 我自己喜歡襯牛仔褲 但是這個款 也不太局限絕情 參考仔褲 因為這個款的可塑性 都相當大 你喜歡襯lace的產品 一定很好看 大家都可以參考 這款是我非常推介的 對 不要以為說到這麼厚 就錯過了 不是 這次真的有很多事情要介紹 因為我到現在還有很多事情 要繼續介紹下去 那版型是偏寬鬆 有彈性的 那 即是要打底的 對 因為空領位比較低